HELLO 大家好我是憲哥 想不到這個功能 終於在Promong Go有用了 相信大家知道粉碟蟲、粉碟蟲、彩粉碟都已經登場了在Promong Go 首先我覺得粉碟蟲也有新玩法 就是透過盯選明信片來遇到粉碟蟲 暫時已知如果你是第一次遇到粉碟蟲 只需要盯選三張同一個地區的明信片就可以了 第二次遇到粉碟蟲和之後遇到所需要盯選明信片的數量 就讓大家參考一下 但這個位置也不需要特別在意 最重要就是每天在不停地盯選明信片 然後再回來彩粉碟這個收藏家獎牌 看到遭遇按鈕你點下去就可以抓到 如果你不小心暗了逃跑鍵也不用擔心 同樣可以按入獎牌然後重新遭遇 每天不停拆拆拆拆 可能儲夠了一些糖果 就來看看這個彩粉碟的形態 目前來說是Promong Go只有18種形態 未開放的兩個形態就是球球花紋和幻彩花紋 讓大家參考一下彩粉碟所有形態的樣子和名字 這裡都有官方的彩粉碟地圖 但不是很清晰的 但暫時可以知道在香港和台灣的明信片 我們就獲得到鮑魚花紋形態 Promong Go暗暗剛才提到我獎牌的位置 都可以看到這個地圖 但最最重要就是看你剛剛捕捉到的粉碟蟲 進化按鈕顯示我一隻是什麼花紋形態來作準 最後就是我剛才不停說到的全新獎牌 彩粉碟收藏家獎牌 最主要就是追蹤進度 還有就是每天來看看 究竟粉碟蟲是否忘記捕捉的 那就捕捉到它 升級獎牌就可以看一看這個位置 都是以盯選明信片的數量而進行升級 最後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除了盯選朋友的明信片之外 都可以盯選自己的明信片 每天最多是盯選3張來推進獎牌的進度 好了今集影片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盡早可以儲完這18種型態 如果補充更正的話 都可以跟我說的 大家是不是都已經捕捉到粉碟蟲 又有沒有成功已經進化了彩粉碟呢 大家讚好訂閱分享分享 好了我見慶哥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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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